各位早晨 歡迎各位傳媒朋友 來到今日冬季警察招募日 我是招募組警司張良玉 今日的招募日 是為了投考督察警員 附警員的人士 提供一站式的服務 希望可以縮短大家 輪選過程的時間 接下來我講一下數字 這個招募日 我們收到超過2300個報考的表格 而人數來計 是歷屆冬季招募日的第二高 而投考人士都有不同的背景 有在本地專上學院畢業的學生 有在海外回流的學生 也有來自各行各業的在職人士 以及非華人士 如果今天的投考人 如果是可以成功通過所有的輪選程序 最快就會在3月 可以進入我們警察學院受訓 今天我們也有一個特別的安排 為了提升投考人 對於我們警隊專業訓練的認知 警察學院是派了專人 在這套現場設立剪板 向考生介紹有關 我們建設督察和警員的基礎訓練的內容 和相關的資歷壓扣 更加會在現場解答考生的問題 其實警察學院一直是智力培訓 卓越裁冠專業的警務人員 揭成為市民服務 而建設督察是需要經過36週的基礎訓練 而警員是需要通過27週的基礎訓練 那麼警察學院的這兩個基礎訓練 已經在2014年獲得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 評審局的評合 是獲得在資歷架構第五級 即是學士學位的等同級別 而學警的基礎訓練 也是獲得第四級 即是副學士和高等民憑的等級別 而獲得這些基礎訓練證書的學員 更加是可以在部分的專上學院 是繼續修讀大學程度的課程 更加是獲得學分的豁免 那麼這個安排是為我們的學員 在他們警務生涯規劃方面 是建立了一個關鍵性的起步點 那麼我們警務署是全年接受職位的申請 那麼各位有結成服務社會 以及接受挑戰的 願意投考警隊的投考人 那麼可以是進入我身後這個版上面的網站 在網上遞交你的申請表 又或者是將填好的申請表 寄回來我們警察職務組 那麼以上是我的講解 那麼請問各位有沒有其他問題 想問一下呢 就是建築督策策和警員和副警 分別是有多少人申請呢 還有那個競爭力 就是競爭的程度有多高 就是每幾個人就差在這個位置 嗯 好 那麼我們 那麼我們 嗯 督策的申請人呢 是有1,012位 警員的申請人是有1,196位 那麼而附警的申請人是有96位的 那麼這樣是 看看過往三年財政年度的數字 那麼平均是40人競爭一個督策的職位 還有10個人競爭一個領員的職位 還有想問一下那些考生 即是今次的表現 我們看到上次就說 即是手握力啊 可能有些麻煩 那麼今次無論是體能 或者是即是不使那些表現是怎樣的 那麼其實大部分的考生呢 你投考我們警務工作 都是非常有準備的 那麼我們相信他們呢 也都是有遊覽我們的Facebook啊 Instagram 還有下載我們的應用程式 去溫習關於警務知識 和我們的策略方針 那麼也都有部分的考生 可能在這一方面是準備不足 那麼所以呢 我們都會提起一些考生呢 一定要熟習我們的警務知識 那麼也都有一些考生 如果在體能方面是不夠信心的話呢 那麼提示就是 盡量在你投考前的十二周到 就要開始鍛鍊你的體能 那麼也都是可以提升你的 你輪選的成功率啦 那麼也都可以為投考人 在進入警察學院的訓練呢 是更加有信心的 那有沒有說他們的表現是怎樣的 即是so far 暫時 大部分都是ok的 那麼但是有小部分的表現呢 就是需要再接再厲了 那有哪些考量是比較強或者弱的 那麼其實在體能方面呢 都會是有些考生是需要努力啦 那特別是守壓力啦 那但是呢 因為我們在上次的朝末日呢 都有提過一些考生 那麼見到一些考生的表現呢 都略有進步 但是實質的數字呢 我們也都會繼續觀察 那麼在另一方面呢 我們警務處也都會是 陸續續推出其他的措施 那麼希望可以幫到投考人 去準備各方面的論選的程序的 那有沒有想過是甚麼的原因 導致到這個體能方面 可能是差那麼少少 到現在都是 即是就滴滴堆的 那其實我想每個人都有自己 準備去輪選的方法的 那麼我們都呼籲考生呢 是盡量做多一點的體能的運動 做好準備 那麼可以提升 在輪選過程中的勝出 那麼是最後一條問題 是 那麼我們在這個財政年度 一共會是請超過1800人的 那麼我們最後這一家呢 都仍是在這個請人的過程中 就沒有一個準說的 那麼多謝各位朋友 是 其實在秋季是有 有很多人的收集人員 那麼冬季就變成了 已達成了 那其實你有沒有 覺得是同感的 在這個領域的地方 有些事情 有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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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可能申請很廢落 都沒有管理 那麼其實我們每一季的 每一季的 每一季的數字呢 都會有 Stammy的方幅 那麼整體來說 過去幾年 我們收到的 投考警察的人數呢 是直接上升的 那麼所以這個呢 也都可以反映到 市民對我們工作的影響 所以你覺得是 沒有關係的嗎 是沒有關係的 是沒有關係的 那麼 那麼謝謝各位 歡迎大家可以繼續採訪 其他的環節 謝謝大家